現在先處理臨時提案 有一個臨時提案 請宣讀 請問各位同仁對這個臨時提案有沒有意見 請林惠舟委員 這個喔 跟各位委員報告 我這個早上才努力的 在我們那個國民黨 那個幹部會議 說服了 下個禮拜 由我來召開公聽會 這個也經過大家的同意 所以是不是 就依照我們原來的協商 就是說由那個 段昭偉召集兩次 然後由我召集兩次 我下禮拜我就會排公聽會 我們可以按照原來的協商 繼續把這個公聽會辦完 來請這個客委員 主席各位委員同仁 剛才 委員所提的 下禮拜他來安排公聽會 此名為了這個促轉條例 當初我們段昭偉決定 尊重國民黨提議 排四場公聽會 各排兩場 明天兩場排完了 林昭偉也排了一場 那一場一直卡住 造成整個法案 沒有辦法審理 那我也非常清楚 林昭偉的苦衷 我都是造訪 甚至拜託 再拜託 那段昭偉也去談 但是一直沒有結果 所以我們今天提這個 這個案我來說明一個言由 實在這個 我剛才跟那個 跟國民黨的 這個 你們 這個 林昭偉 我說 對於 黨產條例 以及處產條例 這個是 我們沒有辦法 一定要處理的 而且也希望 國民黨 站在如何 讓國民黨能夠重生 再生的立場上 來看待這個事情 不是一位主黨 因為黨讓你國民黨 站在民意的對面 我相信林昭偉說委員 上禮拜 不讓黨產條例通過 他也有 在電視上有一番話 因為七億的立委都有民意的壓力 那整個國民黨在黨團在指揮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 上禮拜 有關不讓黨產 那 來的大部分都是不分區的 所以我一直欠 剛才跟林昭偉分手 我到國民黨黨團去拜訪他 我說這兩個問題 事實上 國民黨要把整個邏輯思考來轉變 就是說你應該順著民意 你國民黨才有可能再生 假如這樣的才是 對國民黨是好的 你以後面說黨產 沒關係來請問沒關係 以後面一直在阻擋 所以我們看到到 你在委員會審查的時候 大家沒有辦法 你國民黨到最後離開 因為沒有辦法辯護下去 那今天也是 出產條例 我們一再忍讓 拜託 然後一直在拖 所以今天提出這個是什麼 是為了 讓我們這個法案 至少能夠取個頭 能夠開始 我們很清楚 到7月15號 議員休會 這個會期絕對 出產條例 沒有辦法通過 因為行長期至少 還有 這種總共是20條 行長期一個月 那一定不會通過 那至少我們要幾個頭 這個大家共同來面對 這歷史的共業 而且用健康的心態來面對 所以我們影跡 另外執政經濟法 第54條 那憲法 我們憲法67條 第二項講得很清楚 這公聽會 可以開公聽會 這是我們 執政經濟法54條 執政經濟法55條 公聽會召開 因為都是兩個 兩個召委同意 那召委 召委 召委 召委同意才可以開 那我們瞭解 因為說委員 他的壓力 他的苦衷 共同黨團給他壓力 只要不可以開 要阻擋 那所以另外 我是要選很清楚 會有三次的立委 提案 就要召開 所以今天 我知道 因為說委員 有這樣的想法 但是慈敏的問 我認為 我們今天這個決議 免除你的困擾 因為後禮拜 你說你後禮拜要開 你後禮拜 你後禮拜 後禮拜 你後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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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身看到你這種表情 你很為難 不會啦 所以我是覺得 就照這樣來處理 這個下禮拜就知道了 因為啊 下禮拜 剛才我跟林德 我跟林德 他包括 我們今天有總 總共中央政策 總共有國慶稅預算 要來協商 他已經兩個禮拜不忘協商 那麼一千個 提案要來表決 這個會議是沒有辦法處理國民事業預算 國民黨一直站在這樣抗議和民意對議的立場上 所以國民黨是不利 所以我認為主席 我們照臺提案 您說 排血 好 那我們就來處理喔 這個林委員你請 我能不能先講一下我的態度好不好 好 我認為喔 政黨的承諾就是承諾 過去上一屆我們處理服貿 那個時候我跟張青中委員 是內政委員會的招委 我們每一個人排定十場公聽會 我就照我的約束 我公開講的 我每個禮拜排一場 我每個禮拜都排一場 沒有一個禮拜是不排的 我把它排完 我發給各位4月21號的委員會的記錄 林德福委員說 那這樣啦 我們林維州委員辦兩場 你也辦兩場好不好 就折衷一下 然後我就說林委員可不可以在下禮拜辦 林委員是林維州委員 林德福委員在座位上說 然後下一次輪值再辦一場 你也辦兩場 所以林德福委員的承諾就是 林維州委員在下禮拜辦一場 然後再下一次輪值的時候再辦一場 這個林維州委員辦的上一場是5月12號到現在已經一個月了 林維州委員這中間都有輪值 後來也跟我換時間 我也配合 我也知道林委員的苦衷 但是我請國民黨黨團要遵守承諾 我認為這件事情也沒有什麼好講 我們已經配合 忍耐 折衷 然後換到的結果就是一個月 都沒有辦第二場公聽會 我覺得一個政黨的人數多少是一回事 但是政黨黨團信守承諾 這是基本的道理 如果可以不信守承諾 坐在這個地方做的要求 做的承諾 都是胡說八道的話 那有什麼資格再要求發言 對不起啊 我就直接要來處理了 那請說 因為促轉條例喔 其實是跟國民黨密切相關喔 主要的針對 就是針對國民黨 所以國民黨算是一個當事人喔 那對於這樣子喔 我們認為喔 我們也有權力要求說更慎重一點 那當時我們的約定 也是希望說 每一次的公聽會邀請的專家學者 或是任何來參與公聽會的人 每一次都不同 那所以在這一個期間當中喔 我們也 我也一直 我個人啦 一直去思考 到底我們要邀請 除了已經來過的專家學者之外 我們甚至應該要邀請在這個 促轉條例所要處理的那一段時間裡面的當事人 包括 所謂的被害人 以及所謂的加害人 都應該讓他們來還原那一段的歷史 他們所面臨的當時 法律所規定的一些狀況 他們所做的一些行為 所以我們一直希望說 這樣的一個促轉條例喔 是可以讓台灣繼續邁向和解 尋求真相 然後可以邁向和解 當然我有我的壓力 那我也在我們的這個黨團會議裡面 一再的表示 我們應該要來面對 讓這一段歷史喔 可以讓 第一個先讓真相表達出來啦 好 那這樣子喔 因為之前的協商喔 一人兩次啦 那那時候的協商是我應該要去辦這個兩場 那我辦完一場之後 事實上我們這一段時間就一直在協商啦 那今天早上喔 我終於放下了一塊石頭啦 我在黨團幹部會議的時候提出來說 不管如何我下禮拜 我一定要辦這一場公廳會 讓我們共同來面對過去那一段歷史 然後確認了說黨團也願意接受我的意見 所以我覺得喔 有一點我已經很努力了喔 那也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諒解喔 這個辦得比較慢 這是事實啦喔 那就這個意識規則來講喔 這個也是很敢啦喔 就是說 意識規則我們這個 職權行使法喔 裡面57條規定 當然這個我其實我不太想提這個規定啦 因為我們有協商過 那我們現在也經過努力 達到了 得到了我們希望能夠盡快辦的這樣結果 我只希望再一次跟我們本委員會的委員喔 再說一次說 我很努力 而且我也達到了這樣的成果 達到了所謂的共識 但是 希望不差這個一個禮拜吧 剛剛我們總教也講了 林委員 對不起喔 我必須要打斷你喔 我們 你上一次辦完是5月12號 然後接下來你就跟我換時間 我接下來主持兩個禮拜 然後你回到台灣之後你主持了兩個禮拜 這段時間我一再的請求你要拍 我要不要把你給我的簡訊公開 你對我的承諾 你對我的承諾不只一次 不只一次 這個林德府委員你不在的時候 我剛才請你看一下這個委員會的紀錄喔 在4月21號的紀錄 你對我的承諾 你對委員會的承諾是什麼 我坦白講 我這段時間沒有發脾氣 但是我每一次在這邊看到這個題目 我都非常的生氣 為什麼要這樣騙我 我對黨團難道沒有壓力嗎 我都跟黨團講說林維州不會騙我們 我都跟黨團講說林德府我對他了解 他講得到應該就會算輸 你們還要再講嗎 我們就處理啦 我請問 這個我徵求一下各位的同意 為了表示慎重我們就記名表決了好不好 好 現在我們就開始請清點人數 是我們知道議事委員請清點人數 沒有沒有沒有那個 欸 你也給我表達一下 那個議事規則你公聽會五行情要通締啊 對不對 那不是的處理不處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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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你看 前面持權行事法第57條第二項 他是有規定 同意案舉行多次公聽會時 得由公聽會主席於會中 宣告下次舉行日期 不受五日之限制 但仍應發出書面通知 他這個議事大概就是 可以排除說 因為我們前面有舉行這個三場 那這個是同意案 只能適用這一條 不然如果說 我們是只有一個議題的公聽會的話 那是應該要五日前才可以 報告完畢 那我們臨時提案通過之後 我們決定日期就會通過 因為他所謂 這個實在不好意思 我老實講 段委員真的我覺得不好意思 那如果按照議事規則 完全按照議事規則的話 他是指如果一定要開公聽會 要五天前通知 有一個除非條款就是說 上一次公聽會的時候 已經宣布下一次 要開公聽會 那不受這個限制 但是我們上一次開公聽會 是我開的公聽會 我當時也沒有 沒有 這個林委員 我的了解不知道對 兩位林委員 我們其實照道理說 我不需要再排一場公聽會 我就可以直接排審查法案 因為你們通通違反你們的承諾 不過 你請看你的這個4月21號的議事 會議紀錄 我跟你們說 你服帽那時候幾天都辦幾天 沒有 我辦十天 我剛才有報告過 林委員 我服帽我當主席 我辦了十場 我十場都每一個禮拜都辦 我沒有一個禮拜不辦 每一個禮拜都辦 沒有一場不辦 那就是我的承諾 如果今天國民黨黨團可以不遵守承諾 然後要來這個地方 要來這個地方再扯這些有的沒的 我對你們的基本的這個一點尊重都沒有了 好我們現在開始清點人數 我們今天記名表決 清點人數現在在場幾位 來在場幾位 好我們現場在場九位 贊成臨時提案的請舉手 柯建民這個記名表決 柯建民 由美女 顧綠熊 周春米 然後張宏露 蔡毅宇 一二三四五六位 反對的請舉手 來林德福 林維州 跟這個 許玉仁 三位反對 我們記名表決 好我們臨時提案通過 我們臨時提案通過 我們就在禮拜三的上午舉行 就這個星期三 後天 是六月十五號 上午舉行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公聽會 然後原定的這個人事行政總處的業務報告 就禮拜三下午 來舉行 好我們接下來 臨時提案已經處理完了 我們禮拜三舉行公聽會 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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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為什麼要坐 那你站著也可以 我們接下來 請陳怡傑委員 陳怡傑委員 陳怡傑委員 不在 請顧立雄委員 喔 那就 顧委員跟你換 沒有啊 顧委員你們沒有 你們現在是顧立雄委員 因為你中嘉賓換給顧立雄 有齁 好 那我們請中嘉賓委員 時間八分鐘